国立马工高级中学美术班第29届毕业美展 在文化局中心画廊展出 举办开幕是 由国立马工高中校长丁志玉 文化局局长洪栋林 教育部澎湖县联络处上校黄淑金 教育团澎湖县团委会总干事顾伟丽 至今国中校长王世环 一品雕刻指导老师许强兆等参与盛会 丁志玉校长致辞时表示 感谢所有新国的美术班指导老师群 毕业美展也是美术班同学三年来的成绩展现 希望同学们未来都能够展示高飞 并朝向未来的志向发展 一个帮忙 我们近年的我们高三的美术班同学 表现非常亮丽 那也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 学校有申请那个艺术教育 那我们有荣获我们教育部的艺术教育贡献奖 我们高中执主 那国立高中呢 就是我们唯一学校能够得奖 那这个奖项当然主要也是来自于我们各位同学 包括我们有音乐、美术、舞蹈 以及在学校很多的这些艺术性的社团 的一个这个大家一起能够参与学校 才能申请到这个奖项 那当然我们美术班已经很久了 那这边好像有一个想法 那我们每一年毕业的同学 你们在这场中你们的作品 其实都会非常的多 那如果说每一年呢 就是我们毕业之前呢 每一个都有一个作品在学校 那当然一方面除了 增加学校的艺术气息以外 也能够给我们的这些学弟妹 能够当值的榜样 我们全国各级学校的学生特优的美术作品 曾经在澎湖循環展演过 那我还记得我们去年的美术班在中兴画廊这个地方举办的时候呢 是无尽下 无尽下的主题 那今年是下 代表每一年只要是我们美术班的成果者举办自己 也就是澎湖最热闹 那同时也是夏天美丽的季节的一个到来 我上午有稍微看了一下几个展场 都有我们每一个毕业同学的策展的专区 国立马公高中第29届美术班毕业生 有吴依珊、李恩慈、翁华君、曾子提、杨雅婷等13位同学 在刘桂芬老师、黄天才老师、谢聪明老师等六位教师细心指导下 素描、水彩、水墨、设计、书法、综合媒材等艺术技法皆主人有成 都是我们同学 花费了很多时间跟心力创造出来的 每位同学都想把自己的最好 还有把自己想要把这三年学习来的成果给大家看 也许其中的过程有一些不顺利 但在经过和老师们的沟通与协调还有改变之后呢 每个同学之间的互相支持和鼓励 大家都顺利的把作品做出来 让我们其中经历了许多挑战突破 这些作品都代表了我们旅程中的每一部 每一位同学呢在这个展览中在展现自己很独特的风格 十三格的十三种色彩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我们对艺术的热爱和支持 更展现了我们自我的方式 每一个人都透过不同的画面呈现出自己对于艺术不同的见解的美 然后在这次的展览中可以看到三个小展区 那每一个展区里面都是同学没人的作品 有实践作品 那大家都在每个小空间里面都可以体验到 每一位同学的各别对艺术人呈现 这次马高美术班毕业精选作品130余服 其中不乏比赛中得奖的优秀作品 展现学习成果外 也彰显马高高中对特殊才艺教育的重视与培育 展示从4月15日开始至5月7日结束 欢迎对美术有兴趣的相亲 可以前往欣赏 记者王海龙报道